想必看过84年版本霍元甲的朋友 一定会被其玉树临风的形象而深深吸引 印象中他没有晚清的长辫 反而是一头乌黑的短发 总是一身长衫 看起来就像一个风度翩翩的公子哥 可在面对各方势力的挑战时 他却又动作敏捷 身轻如烟 随着霍元甲的爆火 扮演者黄元申也在顷刻间红遍了半边天 成为了人人印象中最深刻的动作片明星 然而就在事业正处巅峰时期的他 竟然转头便选择了顿入空门 自此抛弃弃子 剃毒出家 截然一身当和尚去了 人们对于黄元申这一反常行为众说纷纭 有说是他厌倦了娱乐圈的纷纷扰扰 但也有人说 他是为了昔日爱而不得的赵雅志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出嫁16年后 黄元申重新还俗 如今又怎样了呢 黄元申出生于1948年的上海 然而他对于上海一直都不曾熟悉 在出生第二年 便被父母带往香港生活 此后他也先后迎来了五个弟弟妹妹 作为长子的黄元申 自然要比很多人辛苦 在他那个年纪 力所能及的家务化 统统都落在了他的肩膀 像比起弟弟妹妹来说 黄元申没有撒娇任性的资格 他被迫的小小年纪早熟 彼时的黄元申没有远大的理想 只想过好当下的生活 解决眼前的温饱问题 直到12岁那年 黄元申接触到了武术 他的生活才终于有了色彩 他对未来的期待 也正是从此刻开始 黄元申和他的武术师傅的相遇 十分偶然 两人是在一个名为 俄锦桥的地点结识 一个愿意学 一个愿意教 就此正是结为师徒 这也为他之后的演绎之路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才十几岁的黄元申 就已经很忙了 每天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的 除了上学读书 他还需要肩负家里的挑水 做饭 洗衣等家务 除此之外 他上学所需的费用 也都是通过自己利用假期兼职所得 由此可见 黄元申学习武术的时间 少之又少 但这每天短短的时间 却是他最开心的时刻 可以说 黄元申的生活阅历远超于同龄人 他过早地便接触到了社会底层的艰辛 成就了他少年时期 便老气横丘的性格 随着时间的退移 黄元申的眼界也在不断扩展 即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 他的学习成绩却并不差 反而十分优异 稳定在预科班前列 中学时期 黄元申有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那就是出国读书 但这也意味着一笔不小的经费 对于黄元申的家庭来说 这更是一笔无法想象的巨款 黄元申也曾天真的幻想着 自己通过业余时间的加倍努力工作 将这笔钱赚出来供自己出国 可是现实的冷水还是将他拖醒了 毕竟出国不仅仅是学费的问题 生活各方面都需要花钱 父母已经有些不堪重负 他也做不到抛下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独自远行千里求学 尽管如此 黄元申依旧去参加了毕业考试 结果十分理想 他是考上了纽约大学和加拿大大学的 可就是现实的经济状况 就像一座无法跨越的大山 将他永远地拦在了当下 黄元申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开始了全面地在社会打拼 贴捕家用的生活 仅仅只有中学学历的黄元申 自然是找不到稍微体面一点的工作的 更何况也不曾学习过任何的技能 所以他只能从工地出死力气的活迹做起 好在黄元申有过武术基础 这些出体力的工作对他来说还相对轻松 随后他也做过餐厅的服务员 以及甜点房的学徒 从黄元申的成长经历来说 他就不是那种甘愿混吃等死的人 可以说只要有老板愿意交和接受他 黄元申来者不拒 底层工作他几乎都体验了一遍 而真正让黄元申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 还属他弟弟的一次擅作主张 1971年 其弟弟是被同学拉着为官 邵氏无限影视设立的培训班的 起初仅仅是为官 可当弟弟仔细阅读过招生简章后 弟弟便觉得自己的大哥拥有一身武艺十分合适 于是在为征求黄元申的同意下 直接将黄元申的资料填写提交了上去 可以说 弟弟的这个举动完全改变了黄元申的整个命运轨迹 黄元申起初是没有做演员想法的 但奈何弟弟的一再要求下 便决定还是参加决赛 毕竟自己的资料已经被提交 随后 黄元申凭借自己的一身武艺 从上千人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顺利地成为了这一年60个入围人员的其中一个 黄元申在23岁这年正式进入了演艺圈 开始了自己人生最辉煌的道路 周围的人不是颜值高 就是学历高 像黄元申这样拥有一身武艺的人实在少见 因此他凭此备受关注 在隔年就被电影《卧虎狂龙》的导演选中 在拍摄期间 黄元申由于是第一次拍摄 所以他为了很好地诠释自己角色 多次找导演讨论 并且可以一个镜头不厌其烦地反复演绎 黄元申的敬业精神和优秀的武艺 得到了导演和同剧组工作人员的喜爱和欣赏 电影播出后观众对于他的表现也十分满意 由此黄元申算是一举得名 紧接着黄元申又陆续拍摄了多个武侠爆款电影 一度成为了那个年代香港武侠片英雄的流量巨星 1976年黄元申辗转加入了TVB的电视剧系列 持续拍摄了好多部电视剧 其中最著名的还属绝带双焦 上海滩龙虎斗等 致使他在香港红道法子 片酬邀约接到手软 黄元申也就此彻底拜托了贫穷的困顿 他开始专注自己的生活 以及影视作品的质量 这个时候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恋台湾影星石倩宇 并顺利与之结婚 欲有孕儿异女 这个时候距离黄元申认识演艺生涯中 闹得最大绯闻事件的女主 还有短短两年的时间 1978年 黄元申和赵雅芝相识 两人合作拍摄了电影《包错大牙拆错谷》 彼时的赵雅芝还只是一个演艺新人 没少向黄元申请教 黄元申也单之如仪 在如此亲密的接触下 两人很快就熟络了起来 并成为了惺惺相细的好朋友 之所以称为好朋友 不外乎于两人彼时都是有家庭的 然而 即便是这样 外界依旧酝酿着两人的大新闻 媒体大肆爆料两人之间并不止不于朋友 直到两人极力否认 此件事的热度才渐渐平息 可外界是平息了 赵雅芝和丈夫的感情却出现了裂痕 多次传出其被丈夫黄汉伟多次家暴的事件 随后两人在1982年宣告离婚 婚是要离的 但孩子的抚养权两人都不愿放弃 又经过走法律程序 最终赵雅芝在一位爱慕者的帮助下成为了这段婚姻官司的胜利者 这个爱慕者名叫黄锦身 他是在和赵雅芝合作拍摄期间对其一见钟情 本来因为赵雅芝有家庭的缘故 他打算一直将这份感情埋在心底 奈何老天都在帮助黄锦身 赵雅芝和丈夫闹离婚 这个时候他及时出现 致使赵雅芝对其充满感激 但一开始也仅限于此 毕竟黄锦身的长相的确并不好看 对赵雅芝来说 做好朋友还可以接受 但人生另一半的话就有些不够看了 黄锦身自然也是有自知之明的 他明白自己的长相 无法进入赵雅芝的眼帘 便开始从赵雅芝的两个孩子身上寻找切入点 因此赵雅芝在影视圈大厦四方的时候 黄锦身就在背后给予两个孩子关爱 赵雅芝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他的内心也在慢慢动摇 别看他拿到了 香港男是最佳梦中情人的荣誉 可孩子永远在他心中排第一位 既然两个孩子都喜欢黄锦身 自己也挑不出毛病 最终同意了黄锦身的求婚 赵雅芝在1985年再次步入婚姻的殿堂 与此同时 黄元申的事业也达到了顶峰 他在1981年出演了《大侠霍元甲》 给观众带来了一个鲜活而又特别的货元甲 而这部剧也是香港打开大陆市场的第一部连续剧 毫无疑问收视率急速飙升 轰动全国 黄元申也由此火遍了全国各地 可以说 无论是赵雅芝还是黄元申 他们虽说后来没再有过多的交集 但都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亮 可两人怎么也没想到 会因为一个人的酒后失言 再次深陷舆论的漩涡 1989年 黄汉伟在和朋友的一次饭局上喝多了酒 谈起了前妻赵雅芝 或许是出于追悔莫及 自顾自地聊起了黄元申和赵雅芝曾经的亲密往事 据黄汉伟说 前妻赵雅芝曾给黄元申写过一封情书 落款有名黄黄的之 不过情书自己没见过 是黄元申的妻子告诉他的 情书也在他的手里 这本是一次朋友间的酒后失言 奈何酒桌上还有一个媒体出身的 出于专业习惯 敏锐地嗅到了大报新闻 连夜将此事报道了出来 就黄元申和赵雅芝 彼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如此大的绯闻 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无法估量的 两家粉丝瞬间炸了锅 就在众人猜测 两人将会用怎样的解释 来平息此事的时候 黄元申竟转身选择了剃度出嫁 他如此不被众人理解的欣慰 究其原因会是为了不影响赵雅芝吗 不考虑妻子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辛苦 只为给赵雅芝这个爱而不得的女人 证明清白 然而事实真相似乎并非如此 1989年 处在事业巅峰时期的黄元申宣布吸引 做一名寺庙的小和尚 潜心修身养性 从此不再过问俗事 原本就对娱乐圈的工作感到疲惫 外加上此次绯闻风波 黄元申只觉得心中 最后一丝紧绷的悬也断了 他对于世俗没有了最后的一丝眷恋 在下定决心后 黄元申先使同妻子表明了心意 得到了妻子的同意后 两人办理了协议离婚 将多年来工作积攒的全部资产 都转移给了妻子名下 此后 黄元申便一心一意 在香港的保龄禅寺剃发休息 凌晨三点起床 四点开始早课 五点吃早饭 其余时间多用来打坐入定 对于朋友和前妻的看望 黄元申统统拒绝了 出家十六年的时间 他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寺庙 每到一处都会开设法坛讲座 就在人们以为黄元申会坚持到老的时候 他近在2005年的时候 又选择了续发还俗 随后前往美国定居 如果说 黄元申决定出家还可以理解 那么他的还俗就有些难以捉摸了 不过 尽管已经还俗 他也依旧坚持在寺庙的生活习惯 更是一如既往远离娱乐圈